红水吞噬击打华林民房 眼下安置受灾家庭是当务之急 巫统华林区国会议员 纳都市里阿都阿兹表示 他的团队计划在当地清真寺里 用集装箱改建成临时住房 好让滞留在临时疏散中心的受灾户 有个地方安身 阿都阿兹表示 重建被红水吞噬的住宅 需要一定的时间 他呼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加快脚步 提供合适的地点建造新房 但是在这之前 受影响的家庭 至少能够暂时安顿在 集装箱改造的住房里 这些临时住所 预计在两个星期内完成 同时配备基本的设施 以满足生活需求 阿都阿兹估算 这次洪灾造成的财务损失 至少一亿令吉 后续清理工作 预计要耗时三个月来处理 还是体测岭 不能彻底第一 一直安顺 不是 淀 才 放族 感觉 价